網路版的有英文喔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我就不會衝破大獎 我們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電影 蘭嶼 一座位於台灣東南方的離島 因為距離兩個多小時的船程 加上海象還有氣候 等不確定因素影響 當地人常說 想登島 一切得看緣分 或許就是太多的不容易 所以對蘭嶼的印象 就像深藍大海 藏有神秘感 朋友告訴我 當有機會推開這扇藍色大門時 記得聽他們說故事 因為唯有聽見 才能看見不同世界 我們黑牛大哥來來來來好啊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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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呦 阿呦 你是從哪裡來的小岡 我從台北 從台北 台北喔 對所以剛才大哥講那個是 蘭嶼當地化的 對對 就是好久不見 阿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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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馬布魯卡老蛋 馬布魯卡老蛋 對對對,你從台灣來拜訪 牛哥,那這個就是 讓你能夠跟我們 有這個友誼,就是要吃冰仔 喔,真的喔,這個叫 馬達人,第一個見到朋友 我們就是要吃這個,一定吃冰仔 對對對,那就進了,進 嗯,覺得怎樣 還不錯啊,味道 那吃下去之後,你不要吃不要吞 兩分鐘之後白咬一咬 那邊就是跟我們可以煮冰仔的地方 那邊,這邊 兩分鐘,我應該咬兩分鐘 嗯,有沒有 還不錯喔 好,還不錯 喔,好脆 這邊 不能吞下去 不能吞,怕你吞下去 這可以的 喔,你怎麼吞的,這可以這麼帥 而且 你噴得不俗 你噴得不俗 你到底吞完了沒有 喔,嗚嗚 等一下,那種感覺 喔,眼睛起雾 喔,好熱 喔,好熱 這個就是熱情啦 熱情,完全感受到蘭嶽人的熱情 在蘭嶽總共分為六大部落區 而位於東部的野嶺部落 最具代表的就是傳統地下屋 這種屋頂在地面 往地底挖一到兩公尺的半穴居 主要是避免颱風侵襲而衍生的居住模式 不僅可以看出達武族祖先的智慧 更能從細節中找到蘭嶽與大海的連結 然後你就坐這邊 中間這裡 這裡 你是大衛 大衛真的假的 我坐 來是客嘛 你就坐在比較大衛 這個是以前阿公坐的地方 以謙卑的心 來領受這個靠背石 靠背石坐起來很舒服 真的 這個是我們老一輩的人在這個地方 那有重大的儀式 比如說星際落成 拋船的下水嶺 靈兵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都要住 對 只有男人才可以躺 剛剛你不是在講說 欸 介紹一下地下屋的 欸 對 對 主城 現在地下屋就是我進來看到這個發呆庭 等一下 你剛剛講什麼 發呆庭 發呆庭 不 涼庭 其實涼庭是拿來做近私用的 不是來發呆 這個就是藍漁人跟大海的對話 跟父親的對話 當父親在事業分去補飛魚的時候 是 他是一早就出去了 所有的孩子 大概在十二點會坐在涼庭上 要看爸爸在海裡面 是不是回來了 喔 當父親滑回來之後 這個就是一段對話 當他在慢慢滑的時候 表示說你們不要準備太多的東西 比如說因為我們以前要調水 是 我們必須要到上面去調水 是 然後再把它儲存在這個地方 是 來補鯊魚 但是如果說他的槳有力量 有浪花的話 他在跟你對話啦 你們要準備更多的東西 喔 因為收穫很好 對對對 滿載很貴 這個就是我們坐在涼庭的功能 對牛哥來說 地下屋是從小長大的地方 以前是阿公和爸爸告訴他 這裡的故事 現在換他說 希望讓更多人了解 蘭嶼的日常 進去第二層 欸 第二層 就 就從這邊抓喔 對對對 對 你看 滿舒服嘛 喔齁 家屋這個 地下屋有四個門 是 第一個門是供給你主人 在這邊煮東西用的 喔喔喔喔 有分喔 所以一進來那邊算是 廚房 對對對 那第二個門呢 第二個門是供給你主人 跟孩子進出的地方 第三個門是 男主人 或貴賓 來 進來的時候 喔 有沒有比較大一點 喔 有有有有有 還有第四個門 是 是 我送走人的時候 在我的習俗裡面 不能 把它 不可以搞混 不可以搞混 你搞混了 你對 你犯了很大的禁忌 上面 你看一下 上面掛了很多 這個是 羊腳養下餓 豬下餓 就是它的養 養羊的 養羊的 豬 厭情緩的 殺豬的 就站在上面 這為什麼釣這麼多是 他習俗 他養的東西 是 還要掛在 團系的房子 是 做一個 他的後代子組看 阿公在這個地方 養 那我都養 那你能夠繼續 傳成這樣子 這邊一個洞 有沒有看到一個洞 這邊 這不是 我以為是木頭它本身的 不是 我的期待都在那裡 我有九個兄弟姐妹 我們的期待就在那裡 放那邊的用意是 但是這些東西來講 不能丟到晚餅 是 是 對生命不尊重 那放在這個地方的目的 讓你能夠 在這個地方生命得到幫忙 然後再來就是 一般我們 藍原人 跟這個房子 是生命的 共同體 對 這個地方呢 那是很深深的 簡單來說 地下屋分為三層 第一層客廳是吃飯的地方 第二層是廚房還有臥室 第三層是熏飛魚和肉 或許你會問 為什麼熏肉要擺在最裡面咧 這樣不就把整個屋子 熏得烏煙瘴氣嗎 我跟你說 這是有巧思的 這個第三層 我們用爬的 這地方還不錯 我們兩個可以今天晚上就睡這裡 這 煙燻好重啊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中餐 等一下我們中餐 這熏多久了 已經熏了一天一夜到現在 很漂亮耶 對... 你看它的豬油 你看好好喝啊 你聞看看 有沒有 有沒有味道 很香 說說啊 真的很香 藍原人他早期的祖先 他沒有冰箱 是 他就靠煙燻來保存它的肉質 然後你看看它的肉質 已經變成這樣 油亮...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你們一般煙燻都會是在家裡面 對 在家裡面 我們希望就是說 煙燻之後 沒有任何的白衣 蚊蟲 是 老鼠 肌肯尿這些 難怪 所以它有這種效益 還有一個就是 像第三層是給年長的人睡覺 比如說阿嬤 阿公 因為他們皮膚比較嫩 是 比較嫩 比較怕冷 他不會在這邊掏 利用煙燻 防木頭被蟲鑄 就是這樣的生活智慧 才讓地下屋 不僅保有近百年的歷史 至今還能住人 這次難得機會到妞哥家做客 不幫點忙怎麼行 發生這邊的芋頭田都滿裡面的耶 因為我們的水源是從那邊 從山上那樣直接接過來 所以這邊全部都山泉水 這個不是接的 這是毛出來的水 既然我們現在 哪一個是已經可以採的 這個就可以猜 要挖 挖了 所以工具就是一根鐵桿 對對對 然後挖 這樣就挖起來了 挖起來 然後就這樣 抓著他的那個根 一斗的坑 這樣挖掉 然後就出來了 這樣就出來了 喔 這個跟 這樣子 這個跟我 怎樣 看過的芋頭長得不太一樣 沒有一顆球 這個種多久 這個種一年啊 一年喔 一年一收嘛 對啊 一年收一次 切下來 然後放那邊 如果要帶回去吃的 是 然後呢 這個要剪掉 然後這個 要開始種 喔 再繼續種回去啊 對 它會繼續長 對啊 那你不種回去那你怎麼行 我以為是扒起來 另外再種其他的苗 不是 大媽再種下去 這樣 它應該用一顆蓋起來 這樣就好了 這麼神奇 如果說台灣的主食是米飯的話 那麼蘭嶼的主食就是芋頭 而且出外景這麼久 頭一次知道水域這樣採收 簡直長知識了我 兩圓圈 對 這樣把它剝鬆了 嗯 好好好 好 可以拔掉 可以拔掉 整個拔起來 對 喔 然後 不是喔 你先用這個 先用這個 先用這個 你用 不用這個刀 你用你的手 用手 你這個手 因為你要摸到這個它會掉下來 對 你就用這樣 有沒有 喔 看一下把它斷 然後這個就把它 對對對 割掉 把它這樣包起來 對 然後把它 種回去 對 這樣子 這樣不是嗎 你還要用這個 你要用鐵棍 鐵棍 鐵棍 它這樣 這樣 然後再把它 再挖鬆 喔喔喔喔 你不是對我給我看到 有 對啊 喔 頭一次讓我 牽成這樣啦 喔喔 不要這樣啦 大姐 一回生二回熟 雖然我動作不快 但是幫忙弄個一餐量 我還是OK的 有了這鍋芋頭 配上牛哥的海水煮飛魚 還有煙燻豬肉 這餐絕對很原味 其實油差不多都低調了 我們很自然 很自然 對對對 不加一些 跟那個薑絲 調味都不加 辣椒都不要 都不用 就是這樣吃 很漂亮喔 一層一層的很漂亮 然後重點是你看它這邊 已經煙燻到這整個是焦糖色 味道怎麼樣 但是你也不忘了 這個還有芋頭要配的比較好吃 真的啊 這樣一口一口 對 混著吃OK 混著吃 一口不Q 對不對 所以藍魚人在這方面來講 特別要配這些 對 那一般來講 你的魚喔 你直接抓 抓來吃就可以 抓是一種對食物的一種尊重 它這個 魚端的風味 因為你知道 只要它變乾過以後 它味道就濃縮了 對對對 再這樣水煮 再這樣水煮一下 它的鹹蛋味剛剛好 邊吃邊聊才知道 達悟人的工作其實是分工的 海是男人的田 天是女人的海 每到飛魚季 男人出海補飛魚時 女人就會花將近半個月到一個月的時間 上山抓路線 慰勞家中的丈夫和家族的男人們 而這就是慰勞節的遊覽 在視野中 在視野中